这群美国大兵正高兴地跳操 殊不知 远处的日本战机正在接近 没有任何防备 战斗机喷吐出火车 将美军彻底打猛 轰炸机紧随气候 对美军的船只狂轰乱炸 美军这才意识到 二战的战火 无法避免地波及到了自己 赶紧组织反击 可效果微乎其微 当莱顿赶到珍珠港时 这里已经彻底沦为地狱 大伙将船体烤得炙热 轻轻一摸 就已经将手烫熟 迪金森开着战斗机训练返回 看到漫天的防空炮 他以为基地在演习 突然 两架97式战斗机 死死咬住他们 机枪中赶紧反击 击中一架战机的机翼 自己也被对方打中 更要命的是 战斗机的引擎被打坏 迪金森看到战友牺牲 只能自己跳伞逃走 日军的目的不只有船只 连岸边的军人和平民 也要一同射杀 外出知情任务的 企业号航母幸免于难 若着珍珠港被偷袭 舰场第一时间准备反击 但完全没有情报 只能靠猜 幸运的是 美军猜错了 茫茫大海上一片空旷 那里什么都没有 他们不知道 在他们猜的另一个方向 有着日军的六艘航母 共计33艘舰船 如果美军贸然交战 其他号会被打得扎动不胜 返回珍珠港 这里已经是一片狼藉 浓浓的黑烟冲破天际 此战日军大获全胜 但山本56并不高兴 珍珠港的美军 包括最重要的美军航母 也是一艘都没击沉 他明白 如果想要称霸太平洋 掠夺更多的资源 一定要将美军航母全部击沉 而中途岛 就是关键的一步 尼尔茨将军林威受命 担任太平洋舰队总指挥 美军现有的海军力量 完全不是日本的对手 杀人的第一件事 就是派企业号航母 去轰炸马沙尔群岛 天空刚刚亮起 第一波轰炸中队出发 日军的防备很快 炮火密密麻麻地打向飞机 第一枚鱼雷投下 他直直地冲向日军舰艇 可惜是没哑弹 等到第二波轰炸中队赶来 海岛上空已经打开了花 贝斯特中队发现了另一个机场 他们连忙转向 准备轰炸机场 日军的战斗机很快发现他们 队友刚上来就被机会 没时间和敌军纠缠 贝斯特冒着炮火 向着机场俯冲而下 2000尺 1800尺 1600尺 按下头弹开关 几十架日军飞机 还未来得及升起 就葬送在了火海中 敌机再次咬上他们 贝斯特不慌不忙 凑着机枪打爆一架 稍微的队友提起机枪还击 贝斯特拉起操纵杆 全速垂直升空 深吸一口气 关闭眼睛 来个自由落体 开启眼睛 借着云层的掩护 贝斯特顺利回到了企业号 刚下飞机 防空警报就响起 日军的无架轰炸机前来报复 他们不要命一般 冒着漫天的炮火 将一枚枚炸弹投下 爬目向左 躲过第一波 再向右 躲过第二波 轰炸失败的日军准备返航 一下被打到冒烟的轰炸机 掉转机头 美军云里雾里 这是干什么 布鲁诺率先反应过来 跳上战机 提起机枪向对方扫射 引擎被击中 飞机擦着边坠入海中 1942年4月18日 大黄蜂号停在日本 以东650英里 这一步的计划 建议陆军的飞机 直接轰炸东京 轰炸中队犹如一把尖刀 只取日本的心脏 眼看天皇的安全都成了问题 首相中日认可 山本56的太平洋计划 1942年5月8日 每日双方在珊瑚岛相遇 日军击乘了列克星敦号 美军的航母 除去维修的约克城 只剩下大黄蜂号和企业号 其次战斗的胜利 让日军意识到 美军并非不可战胜 南韵中一计划 先取中途岛 引出珍珠港的美军 再一举歼密 一边的参谋给出不同意见 如果美军航母不在珍珠港 反而埋伏在中途岛北部 等我们进攻中途岛 它必然会出击 将我们的航母全部击沉 山本根本不信 绝对不可能 只有一个剧本 就是美军必须从珍珠港出发 然后落入我们的计划 他们全部玩完 日军可不知道 美军的情报部门 早就截获了日军的计划 通过加密分析 他们确定 日军主力的进攻方向 就是中途岛 1942年6月4日 密密麻麻的战机 飞向中途岛 情报准确无误 但中途岛的战机已经飞走 那里什么都没有 日军的航母舰队 也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 上午7点10分 中途岛空军抵达日本舰队 但日军的舰艇实在太多 巨大的活力网 让美军难以投下炸弹 战机不断追悔 就是一发都没炸到航母 看到袭击来自中途岛 南云中央下令 所有备用飞机换上炸弹 对中途岛进行第二次轰炸 而就是这一决策 让美军抓住了空档 日军的侦察机发现了美军的舰队 他们终于意识到不对 自己可能已经落入圈套 马上下令 飞机再次更换武器 换上穿甲弹和鱼雷 这可把底层的日本兵折腾坏了 换下来的炸弹也是随意摆放 7点45分 英武罗号潜艇接近日军舰群 瞄准航母 发射鱼雷 可惜 鱼雷擦着航母而过 发现他们的日军 开始投下大量的深海炸弹 他们再无反击的机会 9点38分 第二批鱼雷中队到达 海面日军强大的火力网 将来的14架战机 一瞬间击落 而投下的鱼雷 就是无一命中 临赛的左侧机翼被击中 它放下操纵杆 平静地等待死亡 14000尺的天空上 两个轰炸中队同时抵达日军舰群 麦克带领六架战机 从高空俯冲 身边的队友不断吹毁 到了1800尺 而且头弹开关 可惜 炸弹贴着航母擦过 不过 身后还有下一波进攻的迪金森 以同样的方式投下炸弹 加和号航母直接退场 另一边的苍龙号也遭到了轰炸 轮到贝斯特 他锁定了赤城号 三架战机俯冲向下 打开建议 指飞机减缓冲刺速度 他做好了打算 就算追击而亡 也要让赤城号永远地沉入海底 队友的两枚炸弹并未击中 只剩贝斯特了 他飞得极低 就在飞机要撞向甲板时投下炸弹 精准命中 刚刚日军随意对方的炸弹 引发了连锁爆炸 仅仅五分钟的时间 日军的三艘航母接连被毁 战机盘旋在天空 等待他们的将是毫无意义的死亡 大和号上的山本收到消息 他自知已经落入圈套 派出最后的飞龙号做出反击 将约克城号机会 用过所有力量的飞龙号准备撤退 美军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下午4点56分 贝斯特率领中队再次袭来 子弹和炮火渲染了整片天空 周围的战友不断被击落 同样的服冲 飞龙号的甲板越来越近 这就是冲 中途岛海战 日军的四艘航母全部击毁 飞龙号舰长决定和航母一同沉没 两枚鱼类发射 将飞龙号永远地留在了太平洋 至此 拥有优势的日军在太平洋彻底战败 1945年9月2日 尼米茨率领舰队 在东京接受日本的投行